假设你比较跟得上的同学,可以的话,应该就在第三页的地方,跟得上的话,你就是从头打 如果比较跟不上同学,你也许就可以拿这个来复制 然后至少要知道这个前因后果,比如说第一个,我要先建一个空的串列 第二个的话,配合append,当他不等于-1的时候,那我就把他的成绩放到这个串列里面去 那反制度他等于-1的话,那就break,因为是坏一帽号 那也就是说离开,离开之后就帮我做几个计算,总共有几个学生,那用LEN 里面的话,一样放这个串列,那算总成绩的话,那就用上 不过特别注意,这个scope这个里面放的,因为我们经过这个evo,当然你用int 只是如果你成绩里面有小数点,int它变成说小数点被拿掉 那evo的话呢,它不管是整数,或者有小数点,它都会帮你正确的转换 所以这个evo可能会比用int或flow来的更好 因为有时候你想要,同学说用int那变整数,如果用flow它变成小数点 即便你是整数,它也反正你变有点0,它变成小数点 evo就没这个问题,所以这个比较推荐,这样如果你转型 刚刚刚用这个,转型会更加的更好了,然后转型之后 所以这边说,这样的sum里面才可以加总 可是如果你这个sum里面,假设没有转型的话,是一个文字的话 那你sum就没办法做加总,因为sum里面一定要放数字 才有办法加总,如果你放文字,它就没办法加总 然后平均average,那因为它里面没有average的函数 所以我们就是变成说,总分除以它里面有几个 然后另外的话就是分别算出总成绩平均 最高分最低分,大概是这样子 第一个部分,目前的话我们是手动输入 可是现在假设,因为现在很多电脑改成绩的话 用2B签笔画一画,然后成绩也出来了 所以可能会给各班导师就是一个档案 那这个档案的话,有点类似像这样 我们假设,我模拟一下 假设我在这个底下按右键,在sr下按右键 new的话,我就不是new一个module,我是new一个file 这个file的话,假设是教务处提供给各位的成绩 那名称叫什么,也许叫eng 英文成绩.tst 你复打你可能一定要打一下 也就是说我现在先把成绩就在这里面 放在这按finish 那目前没有成绩,所以你就自己手动输入一下 那我们用什么做成绩分割 其实有好几种方法,你可以一般习惯用逗点 那比如说第一个成绩,第二个成绩,第三个成绩 你大概可以大概的打个几个就可以了 这不限,反正你就大概打个几个成绩 最后的话呢,把它存档 那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哦 我们已经产生了,总共这么多个成绩 放在这里 eng.tst 好,第一步 第二步的话呢,那我如果今天希望 我就不输入了 那因为已经在这里了,可是问题来了 我要如何可以把档案里面的成绩 可以放到这边来 不经过什么了 不经过append的 那要怎么做 所以待会要讲的是,如何读取外部档案 到哪里呢 到这个串列里面的动作 OK,那特别注意哦 在python里面要读档,其实是相当简单的 程式大概就两三行就完成了 所以接下来第一步,请各位待会第一步 在这个根,在底下建几个 这中间加痘点 第二步的话呢,我们就直接到原来模组 我先把这些先注解就好了 我做什么,我先在上面先做一个test test什么呢 如果我现在想要把这个里面的档案开起来 开到这边的话,那我如何开档 其实以后可以记一个固定的标准化流程 f等于,f物件等于open 假设我要开那个档的话 那特别只有python里面 它有一个方法叫open open什么呢,双引号里面的话你就跟他讲说 档案名称叫什么,eng 所以特别说,点tst副档名要给他一下 tst 然后痘点,你要做什么 你要读取的话呢,就加一个r就可以了 这样就ok了 这样子的话呢,我就把这个档开起来 放在f物件 那如果说我今天呢,我要把这个f物件里面的东西 把它列印出来的话,那我只要什么 print f物件里面的 点什么呢,它有几个方法,点read 小瓜糊 read的话 意思是说,帮我读里面的东西全部读出来 它就会自动帮你把我们执行给两行 两行而已 执行给各位看一下 你会发现 读完成了 所以你会发现,哇 那个python读档 很简单吧,程式应该不复杂吧 可是问题来了 它读进来的话是一个什么 一堆的文字 中间有痘点 可是问题来了,如果把它计算的话 第一步,我必须先怎么样 把它切开来 有点像什么,就像说你这个东西 如果你把它放到哪里呢 放到eSale里面 那问题啦,eSale如果假设 我现在把它贴到这个储存格里 那你要计算,总分可不可以 不行吧 平均可不可以,不行吧 那怎么样可以让它做计算呢 个别切开来嘛 切怎么切呢 瓜哥没用过资料否析啊 有没有 资料剖析,然后刚才讲说 我有个符号是什么,逗点嘛 有没有,剖开来了 那剖到哪里呢 剖到B1好了,OK按Finish 这样子的话呢 你在针对这个做什么 做计算的话 有没有,你才有办法做什么 做加总嘛 加总可不可以吗,对不对 OK 但问题来了,有点类似的做法 如果在Python里面呢 那我要怎么做 特别是哦 有时候特别跟各位 用eSale来比喻 发现大家比较听得懂 但如果没有用这样的方式 稍微示范一下 很多人可能会听不太懂 对不对 好,那怎么做 首先第一个哦 如果同样的做法 改到Python里面哦 那我们就怎么样 第一步 前面H先加一个S好了 S的变数等于什么 我先把它read 读进来的东西 先丢到S 意思说这些东西 这个字串呢 就先丢到S 那第二步的话呢 我要把它做什么 切割嘛 所以特别是哦 前面有一个list 一一去接它 等于什么呢 S这个文字哦 里面有个方法哦 切 将那个资料否希哦 那Python的话呢 它的那个切割的方法叫Split Split OK 那VBA也是Split 一模一样哦 所以如果以后你要写VBA 也是可以用Split 后面刮虎里的话 刮虎里面的话呢 今天跟他讲说 我要按照什么呢 如果你今天有看到那个豆点的话 那就帮我把它切开来 有点像资料否希 所以对不对哦 把这个文字丢给他 OK 然后他帮我Split之后 丢到前面的这个list1 所以呢 我们只要把print 怎么样呢 把list1呢 把它列印出来看看 看看 看看他有没有帮我把它切开来之后 放到list1里面去 执行给各位看一下 读进来 OK 这个时候的话 你会发现 有没有 他已经帮我切开来了 并且怎么样呢 放到这个list1 所以list1里面呢就是放这些 有没有 这些的话基本上就是eng里面的 从几分 98分 一直到54分 切开来的 但是哦 还有一个问题 不知道各位没有注意到 如果你要把它加总的话 可以加总吗 有没有发现 他前后都有单引号 那如果前后有单引号 或双引号 就表示文字 那文字 要来做计算的话 如果你现在把它外面加个sum 假设你会把它上 刮虎 有没有 你要把它加总 一定会出问题 他一定会告诉你吧 里面是文字 我没办法帮你加总吧 应该会说 应该会说 TypeAir 诶 形态错了 如果你要帮我 我要帮你加总的话 那你这地方 我没办法帮你操作 所以 最后还有个步骤 如果我可以怎么样 把这个list1里面的所有的形态 全部转换成数字的话 那其实后续就简单了 是我要怎么样一个一个的把它做修改 其实修改的方法 大概这样 其实就是把后面修改完的东西再丢回去 所以呢 修改的方法就list1里面的第几个 假设我要修改的是第0个的话 等于什么 等于 或外面 当然转型你可以有INT 或EVO 这样子 所以有同学说 老师那师傅我可以直接的吧 直接干脆一次全部转 就这样 特别注意哦 如果你现在执行的话 它一定会出现错误 什么错误呢 它说 我一次只能转一个 你里面的成绩好多个 我没有办法帮一次一次 所以特别说你要一个个 一个个怎么转呢 假设你转第一个 就是中瓜虎林 这样意思就是说呢 把第一个 里面的资料 转 执行一下 你会发现这个地方98OK 有没有 98因为是放第一个 那编号从0开始 诶 那如果说我要再转2的话呢 那一样 那一样 这边改成 1嘛 这边改成1嘛 执行 97会不会变呢 诶 97也变了 有没有 9897 所以哦 其实哦 只要怎么样 把这个怎么样 用个回圈嘛 for i in range 有没有 然后呢 一个一个全部帮我转完 比较好的 所以你这个地方可以知道 啊 for i in range 那这个range的话呢 就从0 有没有 到哪一个呢 看几个 呃 其实哦 总共几个嘛 那 2 4 6 8 9个对不对 实际上应该 编号到8嘛 所以其实哦 你这边到9 就总共有几个嘛 对啊 其实另外一个方法 如果你假设里面的数量 会经常变动的话 你刚才讲 range就好了 然后呢 把什么呢 把这个list1放过来就好了 那它总共就9个啦 所以0到8 OK 然后做什么事情呢 就是帮我把它转型 转型这个地方tape 里面这边就放成i就可以了 有没有 那它就什么 一个一个帮你转 0先转 再转1 转2 转3 一直到8 那不就全转了 没有没有 OK 应该可以看懂这意思啦 如果你是0开头的话 其实你可以这样子就好了 可以省略 假设啦 你希望程式越精简 我们把它执行给各位看一下 有没有发现 里面的资料呢 就全部变成数字了 那如果全部变成数字的话呢 那是不是底下的事情呢 也可以接着全部完成 比如说我要知道里面总共有几个 还有呢 总分跟平均最高最低 那其实就可以不用经过这个回圈啦 直接就丢过来就好了 所以请各位试试看 我再把重点为1 请你在src上按右键new file 名称的话就eng.tst 那自行在这里面输入1的成绩中间加d点 2的话呢 请你在这边呢 先用f等于open 把那个档名给他 d点r就可以了 然后你可以用read 读进来 ok 然后读到这边来 那再来就切割哦 split ok 所以请各位先试一下 画面呢 先还给各位